B掉了一段时间的火箭,再次爆出重磅交易,这次终于轮到安德森了。 这个夏天似乎是在原去年的梦,安东尼来了,安德森走了,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,莫雷神一样的操作,用安德森加上新秀梅尔顿从太阳交易到奈特和克里斯,一直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没想到莫雷做到了,而且都觉得这笔交易火箭并不吃亏,换边全联盟的安德森,还能够让莫雷发挥到极致, 可见这最佳总经理确实有能力,安德森并不是没有能力,只是目前已经不适应火箭了,梅尔顿的能力夏季联赛已经得到证明,太阳队可以说得到两个极战力不错的球员,交易来的克里斯有很强的运动天赋,是个很好的互矿大前锋,只是脾气不太好,希望来到火箭,能够被哈登和保罗翔辅助。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耐特,去年殷商赛季报销,个人能力和天赋都很不错,是个双能空位,如果没有伤病困扰,能够成为保罗最好的替补。 高中时期,耐特曾连续两年当选,为加德勒全美男子篮球最佳运动员,这个奖项是全美体育专家和美国体育记者,租成的委员会,从全美50多万高中男子篮球运动员中评选得出的,对于高中生来说应该是最高的荣誉了。 他也是既詹姆斯和奥登大帝之后第三位连续两年,获此殊荣的运动员了。 可见耐特的天赋和技术不容小虚,一个有较强能力的超强后卫,加一个21岁的运动天,赴京人的大前锋,能够很好的补充火箭的板凳深度, 以便在西部抢手如林中更加有竞争力,希望火箭能够很好的开发,和使用这两个八号秀的天赋和能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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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